台東車站前30根裝置鐵製品 因為外觀造型太像垃圾桶了 經常被旅客拿來當作垃圾桶使用 每根鐵桶都被塞進各式垃圾 讓站務員員傷痛腦筋了 也希望上下車旅客可以發揮功德 心不要破壞藝術品的美感 台東車站前裝置藝術品竟然被當垃圾桶 車站前30根藝術品 因外觀造型太像垃圾桶 旅客常常將垃圾隨手一扔 誇張的舉動讓當地鄉親非常不滿 也有旅客說鐵桶怎麼看起來都不像裝置藝術 就像垃圾桶 難怪大家要把垃圾往裡面丟 每根鐵桶都被塞進各式各樣的垃圾 讓站務人員傷透腦筋 鐵改局台東斷長表示 要將鐵製藝術品上圓封口 杜絕被棄置垃圾 就發現有民眾會把它丟進去 然後後來我們就有跟設計公司電視在討論 會在上面有沒有 上面那個洞 我們會再做一個蓋子有沒有 這方式把它弄起來 目前會在處理中 以後永久是這樣 然後電區的話 我們就會請廠商 先把它做設計清一清 再用一個蓋板先把它蓋起來 沒有它設計這樣本來就比較不理想了 上面不應該有洞啊 因為台灣人就是比較喜歡幹這種狗壁罩罩的事 他應該上面讓人家 純粹裝置醫師裝置醫師 你就不要上面就不要留那個洞 也不要引人犯罪啊 你就把它弄得浪 就像這樣他也丟不進去啊 裝置醫師目的才會達到啊 當然 你放那個洞就比較不恰當了 呵呵呵 車站前廣場正進行改建工程 為了兼顧工程美觀 在出入口設計30根藝術品 要讓出戰旅客欣賞 但就是有些沒功德性的民眾 隨手一人手中無憑 很多旅客誤認為是垃圾桶 站務人員咬字也很無奈 站前的相關設施 是由鐵改區和台中縣政府管理 最好的解決方法 就是先拆除 省著車站門口一看過去 是不搖關的畫面 東台新聞 燕蘭州的報導